我们继续讲一下 这一件事不莫 在DLSI使用 第一个会用到的地方就是STI Sherocent and Colation的减充 Sherocent and Colation之前讲过 它的刺程是什么 它的刺程就是先氧光一层R3 用来缓冲第二层的Nitron 因为Nitron才有比较足够高的 抗机械硬力的材料 但是它本身有很强大的裹墨硬力 所以靠R3来缓冲 然后石刻做STI的地方之后 去潜充捲源层 这个潜充就需要用到CVD了 就可以使用HPVCVD 或者是VCVD 但是使用TOS材料 潜充完之后 卸了第一把磨 磨磨磨磨完之后 接着再使用热磷酸 之前讲过石刻章也讲过 它只用热磷酸泡料 热磷酸泡料之后 再用C4的HF或VOD 再把这个表面拔下你的吃掉 就会变成这样 那原件的Isolation 区域就会做出来了 那上面这一张是EM的 血流群的Isolation 覆盖上去的CVD薄膜 之后要写一下 接着 接着 第二次 会用到CTD的 是什么呢 整个半章0字层 覆盖拿来 开始先做Isolation Isolation 做完之后 就是各式各样的0字固域 要做NMOSPAT 要做PMOSPAT 要做NMOSPAT 接着打完之后 接着是怎样呢 成长热磷化成Gayasa Gayasa 是用热磷化 或者加热磷化 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利用CVD成绩 多金系 变成扎集 那 因为它是四厘层 后面就来一跳 这边讲的是绝缘层 多金系沉浸上去之后呢 接着是扎集出来 扎集时刻出来之后呢 接着要打 LDE 前面讲的 SOS就要打一本 而SOS就打一本 而SOS就打一本 我们希望是一个 清餐打的 它跟高餐打有一个间距 所以就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Side War Spacer 测壁空间层 就像我们在 第一小时的课程 讲到的 杂質吃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形成Side War Spacer 再去打一本 但 比较浓的一本 是在各外侧的地方 而内侧用LDE 或者就要做Solder Extension 来抑制Hungary Effect 所以 第二次会成绩 绝缘成的 成绩不是成长 成绩的话 就是在MOSFET GATE 做完之后的Side War Spacer 就像这样子 好 Isolation结束之后 煎了热氧化给阿赛 然后呢 成绩炸锡 炸锡吃出来之后 先打一次音捆 打完一次音捆之后呢 接着成绩 Side War Spacer 这是我所需要的阿赛 然后再回十颗 然后再回十颗 整个DRIGING 非等降清十颗 直接垂直十颗下 让平淡的地方都吃掉了 吃掉了 这些还留有 侧地空间层出来 那侧地空间层之后呢 再打一次 浓的 比较深的音捆 变成一个N-Class N-Class 打进去 所以这就是个 第二个 侧地浮沫 而这个侧地浮沫呢 因为我们要回十颗 吃成这样 所以接近一块也要好一点 如果你这里又出现了米老鼠的图案的话 如果你在曾经过程中 这里又出现米老鼠的图案 你在回十颗的时候呢 这里就会凸出来 这里就会凸出来 那在打铃子不知的时候 这里就会遮住 我们只希望露出来的地方 希望整边都可以打到铃子不知 可是如果你这里有米老鼠 都会露出来的话 它就会打住你铃子不知的银 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阶梯覆盖到后面 如果有涂出来 那下一步 打铃子不知就会被打到 所以像这一步也不希望有 不希望有旋徒 因为这旋徒会打到后续的领域值 的图案 好 这个沉积完之后呢 现在就是什么呢 金属层 钳的界限层 金属钳的界限层呢 它主要就是要将公司背给封住 然后并且隔绝金属 因为接着后段制程就要沉积金属了 所以沉积金属是钳 现在要沉积这个界限层 我来看一下在哪里 在前面的地方就划出来了 在前面的地方就划出来了 在这里 SGI是第一次需要用到CBD层积的R3 第二次是SPACER SPACER做完之后能力都打完了 那最后整个 后面的金属要做GN层的时候 就需要有个金属钳的界限层 这个界限层沉积上去的时候 这次叫小课是什么呢 杂纸跟杂纸之间的孔性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宽 用过也大好像很大 但实际上在Memory S1或D2的架构当中 GATE跟GATE之间其实是很接近 GATE跟GATE之间是很接近 所以我们接着要沉积的 是金属质地的界限层 它主要是填充杂级 跟杂级之间的孔性要填进去 要最后把它封开去 那对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界限场数要移 而且要能够阻挡后续的可移动 瘤的污染 如果有瘤的污染 第三个 不管是什么动物 我都希望是不同的东西要 以及最后填完之后呢 希望表面是灵害的 因为 当莫菲过完之后 跌绝又是沉完 下一步就是要开CONTAIN 接触床不完 而接触床的狗很像 我们前面讲过 整个半道理事件当中 对维尼的要求解析度最高的两个步骤 一个就是炸集 一个就是CONTAIN 而解析度越高了 它的情深就越不好 所以就希望表面越难越好 所以这层不过成绩 下一步就是CONTAIN 所以希望这层不过成绩完表面是平坦 而表面平坦呢 在早期没有化学机械研磨的时代 没有化学机械研磨变魔米的时代 靠的就是在绝缘成 参领铃 参领铬 参领铬 参领铬可以让它这样的 在加热的时候呢 它的原子会再会移动 那等于是整个突破呢 会有点像是 像玻璃一样 会融化 有点像融化的感觉 它会重新的再流动 再流动之后呢 表面就会变得比较难 但这都早起了 现在可能就没有再用了 现在有CMP技术之后 就不需要 铜铃锡玻璃了 直接就是一个阿财上去 CMP拿磨磨磨 就最漂亮 因为其实是再流动 再怎么流动 要让它完全流失是平坦的 要么就是温度要很高 要么就是时间要很长 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利于现在的VLSI制程 因为现在的VLSI制程 你要想到 现在的VLSI制程 原件已经很小 原件很短期 空下的冬道效果也很严重 短冬道效果要如何用之 就算控制好 你的多根多发 你的参考物的位置 要轻轻设计 可是一旦用了高温制程 超过600度以上 都可能就很容易破散了 早期的载油动制程 高慢七八百度以上 开玩笑 简直就是不可忍受到现在 现在绝对无法接受载油动这项制程 所以现在根本就没有是为了VLSI制程 所以早期的这个 再流动的制程 基本上现在就比较没有再有 早期都说了二氧化器 参了零 参了铺 你只要加了 才会再流动 就原本是这个角度很大 慢慢的就会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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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平坦 越来越平坦 但这个温度很高 这个温度你看看 PSG要在一千百度 20分钟 才会从这样的形状 再移动到这个形状 当你参考的温度越高 才会跳越平坦 现在这个温度就回来看 该死的温度 绝对不敢去用 绝对不敢用 现在根本就没有温度 而且呢 参了零 零的温度如果太高 叶均反而很容易吸水 而带有水气跟零 产生反应会形成零转 那就会影响到后续的清除 所以基本上 这个再流动制程 也没有再有 你看这就是用 BPSG 在850度C的情况下 会从这样的阻碍 游动到变成这样的阻碍 你看表面都变得比较平坦 但是850度C 就会让你的残渣物移动 因为Morstay的Gang做完 参杂物的鼻子不止完 退火完 我们就希望 都很不要再扩散 所以现在就没有再用这种補充了 就是单程的 填充 绝缘成进去 然后把它模仿補充 不会再从高度制成 Morstay前段制成做完之后 后段制成都不知道 都是败的水 都不会再烧弱 所以 现在都是用化学 机械研磨来取代 再烧弱 因为传统的再烧弱分度 你看 都至少都高大 其半的速度 其实上 越老越旧的技术 都不会越高 越新的技术 就越不会使用 0.18以后 0.18以后 就是已经用了CMD了 0.18以后 就用了CMD 甚至 0.25就有CMD了 因为0.25就开始使用STI 0.25就有使用STI 0.25就有使用STI STI 就代表CMD引进来了 引进来的情况下 基本上在有多数 都尽量避免了 主要靠CMD 主要靠CMD去摸它 那第一层叠黄之后 接着开始要金属化制程 那金属化 是开汤配 填金属 然后呢 把不需要的成熟 的地方洗割掉之后 接着 第一层金属完成 那去做第二层金属之前 就要在层基界界层 来隔绝第一层金属 跟第二层金属 金属跟金属层之间 需要全层来隔绝 因为我们先刚刚之前讲过 一个机体变入很复杂的 金属临界线 你必须要分很多层去纳线 避免金属临界线 金属临界线 跟金属临界线 之间沉入在一起 所以接着需要许多IMB 而这时候呢 基本上就不会有很深的梗洞 因为下面已经低层 已经平淡完了 然后接着沉溺金属之后呢 金属的密度 没有电机体 原件的密度那么高 金属的密度 金属需要的 填的 填金属的问题 主要是在哪里呢 主要它的洞是比较深的 它的洞会比较深一点 那对于田 从来讲是问题不大 所以金属界线之间 唯一的困难点就是什么呢 温度要低 温度要低 因为当你的银行化已经很高的时候呢 后段这层基本上没有很深的多少天 基本上主要就是为了要 沉积温度要不够低 要压在半个复兴下 在格罗比看一下里面 你看 你看 当第一层封完之后 开始要做第二层金属 摩水封完第一层金属完 只要做第二层金属完 要做第二层金属完 要来填充 而在填充的过程之间呢 第一个你要填的孔气 基本上就不够 第一个数量比较少 第二个尖气也没有那么长 所以填充都不会是问题 问题在一种呢 已经有金属在里面了 你的沉积温度不能够影响到金属 不能让金属融化掉 或者向你来变形 背出来变形 所以呢 从金属之后的绝诊 他的困 他的要求就是温度要低 基本上最简单就是温度低 只要求温度低而温度 而曾经温度被限制在450度以内 好 那这就是取决例子 已经有金属了 金属跟金属之间要填 那填的过程中 有些他用SOG 不过这一个是 这是这本手所提供的case 因为有些洞不好填怎么办 我过这边 如果这些有些洞不好填 你又不能使用高温制程 那他有种办法就是像天光族一样 用旋徒的 你将你的绝缘程 比如说二氧化系 融解在法学洞里面 然后利用 旋徒 spin coding 就像光族一样 因为它是异体嘛 异体的时候 就很容易无孔无入嘛 而且异体拳突完 旋转完它在这边 旋徒有个好处 spin coding有个好处 spin coding有个好处 spin coding有好处什么呢 第一个它是室温 室温的旋徒 第一个它是室温的旋徒 第二个它是室温下旋徒 第二个旋徒完之后呢 第二个是填充力道 因为它是异体嘛 异体是无孔的路嘛 所以它填充的能力很好 第三个旋转完之后呢 它会很平坦 它会很平坦 它有这些好处 但是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这层骨的品质会不好 它的品质不好 因为最后一步是怎样 就像光族一样 旋徒上去之后呢 你还要加入 把容器给挥发掉 那挥发完之后 剩下的材料 或是纯的SL物啊 通常会包含一些有机物啊 或是来不及去除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它比较不纯 好 比较不纯 结构比较差 结构比较松散 品质不好 品质不好 但是如果是作为 只是要填充进去了 那就蒙勇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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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招不太会缺席 用它 另外我都还是希望 每一层扑墨的品质 都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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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谁敢 为这一项 它单身型iPhone到100% 掉了怎么办 好 所以通常会要出每层扑墨 品质都要购买 所以呢 填充要好 就是使用什么 TIL 4E氧基细网 4E氧基细网 4E氧基细网的填充能0.9分 或者是HDB CVD 边沉积边10颗 沉积完10颗 再沉积 再10颗 再10颗 那个开头就被打开 一旦要味觉就不开了 再用去看看 还要再填充 旧外轮马 所以相会有好多填充能力 就是使用基有质或HDCV 那这个就是HDCV的结果 反而到达角度越大了 因为被粒子轰击下来 反而会变成一个切角度 所以就会变成这种肩脚 为什么肩脚 因为粒子轰击轰击 朝亮色这样的轰击 原本悬货的地方都被切掉 被切掉 然后就变成一个开头 然后再沉积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这样的三角形的形状 的表面 它通常就是使用HDBCV做出来的 那当你成绩完到这个运动之后呢 开头就很大 你就没有所选择过 你就会使用HDCV 变成你要填很深的口 不用HDBCV 把这个口都填完之后呢 就不需要用到这种慢的制程 HDBCV的缺点就是它成绩比较慢 你就想它又要成绩 又要巴士进去10颗 又要再成绩 等于是走前3步 你只要先退役 再次3步再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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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10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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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的力很好 但是速度慢 所以当这个动作会填满之后呢 已经没有很深的动力填满之后呢 已经没有很深的动力填满之后 就开始采用什么呢 成绩数据很快的 DBCV 迅速的把它填满起来 然后呢 在填上之后 一定会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再用CMD把它揉拼 就好了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它起码是分两步骤填充 先用HDBCV 把孔性填充起来 再用速率比较快的DBCV 把它填满 那铁板的过程中 当然会有高高低低 暂时用CMD把它揉拟 就可以啦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HDBCV 要同时进行 成绩跟时刻 所以速率不快 它的确认速率不快 但是填充能力好 所以统性填充完之后 就要改用高成绩速率的DBCV 来附带上去 最后再使用CMD把它揉拟 就好了 那整个原件做完之后 激凌变入所有精神层完成之后 在最后最上层呢 就需要有盾化层 这个盾化层呢 因为下面的金属都已经完成了 最上面的金属的温度就要移 一号它现在课本讲的要求是 最后是在四半层左右 有一个很高的接电强度高 接电强度的主板层 通常啊 接电强度又高 基线强度又要好的 那通常不是淡化系 淡化系 因为淡化系的基线强度 比二氧化系来的高 而接电强度呢 两者差不多 但是淡化系的确认是K直高 K直高它就没有办法 用在金属点击线之间的确认层 因为造成阿锡泰这类的影响 可是在最后已经封膜的地方 就无所谓 它就不影响 所以就会使用淡化系在最后一层 而只是所有在沉进淡化系的时候 对淡化系有确认就是它有引力在 它的辅助力不好 所以在沉进淡化系之前 都需要先沉进一层氧化物 来缓送力 并且增进淡化系的辅助力 所以淡化系来的水点 第一个硬力强 第二个型负力差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在 其建筑制程里面 只要是沉进淡化系之前 都会先沉进一层薄的氧化系 来缓解硬力 跟增加辅助力 好 好 讲完测性之后 看什么补墨特性 这个补墨特性呢 我就不再多讲 因为这些补墨特性 基本上是用来干嘛呢 补墨成绩完之后 你要去检测补墨 通常会检测它什么呢 检测它的测射率 并且推算出它的补墨活路 那这部分属于补墨两侧的部分 它属于光学两侧的部分 这地方我们就用到过 那大家知道什么呢 对于这个折射率而言呢 Sinic的折射率是 R-17.46 9-21 那就代表什么呢 你会看到 完全的细是 2L-21.46 氮化是2.46 氮化是2.1 那代表什么呢 R-C-19的路路在这之间 R-C-19就是 这个 C的氮氧化物 欧多位的路路就被查 那一个引多里的路往这边划 那如果斯蒂藤过多 斯蒂藤越多多 斯蒂藤越多多是往上面划 因为这里是斯蒂藤最多的路 就这样子 只是告诉我们怎样呢 氧越多折射率越低 氮越多折射率越高 氮折射率最高 再氮 氮 氮 它们三者对折射率的影响 那这些问题可能到光学良色 不过厚度的时候 它们参与此 那对于不过厚度的地方 我们也不多做介绍 因为我们在加热日程的时候 我们就有介绍过了 加热日程 你讲过也是 不过厚度靠什么呢 全大部分都靠这个 是否用光光光去做出来的 就是路设齐花光 路设限行偏正的齐花光 它穿透不过出来之后 它有不同的折射率 它折射出来了 它的 它的齐化方向回那边 它会从线性齐化 变成火源齐化 我们再去火源齐化 它编着的角度 可以推向这层 薄墨的N子层黑子出来 所以薄墨 色后影本真的可以色后回 那再次用眼睛看 因为折射出来的 光的干涉 程度不同 所以它呈成尖色性干涉程度不同 然后看到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最近在加热是整个都有提到过 那我从课可能还在带几次 所以讲了一堆光学测量 薄墨的基础 那这地方跳过 我要了解的是 整个成绩的过程跟成绩的气质 好 还有一个 用来判断薄墨品质好不好 一个重要的做法是什么 Wave HD Rate Ratio Wave HD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过 厄氧的花锡会被什么石科 被青骨酸石科 而你 施氏石科的数据呢 取决于第一个化学容易的浓度 第二个薄墨的品质 薄墨越松散 它越容易被化学容易的石科氧 火锅越松散 越容易被化学石科硬的石科 教肴冰 冰会容易在水里面 如果你的冰的密度 冰面结析的很硬 结析的很硬 它的转化率比较慢 那结析的不太好 就容易转化 它的结构如果比较松散的话 石科数据也是 好 好 好 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讲的阿赛 我们前面讲过 阿赛的石科造的是什么 阿赛的石科造的是 大一部的HKF 或者是BOE石科 缩串就是很佛的 容易去石科它 而阿赛之前告诉各位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 叫做热油化 阿赛Vation 而阿赛里面呢 我们又有说为什么呢 Dry阿赛跟薇阿赛 就是你使用的是O2 或者是2O 还是使用的是O2加A2 不一样 Dry阿赛品质比较高 但是成长速率慢 薇阿赛成长速率慢 但是结构没有Dry 情统致命 所以夸的比最好的是谁 Dry阿赛 所以夸的比最好的是Dry阿赛 第二个才是薇阿赛 毕竟薇阿赛也是高温成长的 因为这两个都是高温成长的 接着就是什么呢 CVD 那CVD就有分 APCVD LECVD PECVD 当然还可以用什么呢 你也可以用Dry 用箭图的方式 沉积出来 那QA就是会越来越差 而QA越差呢 10颗速率就会越快 10颗速率就会越快 所以Dry阿赛 有Dry阿赛的10颗速率 H-Ray 假设Dry阿赛的H-Ray叫做H-Ray Y 而V阿赛 它的H-Ray叫H-Ray Y 那LTCE的阿赛 它的VH-Ray叫H-Ray的速率好了 那一般我们用Care 我们都会拿最好的来看基准例 这些都是VR-Ray的H-Ray 就是 时时刻的后度 注意时时刻的时间 就是它的时刻速率 那我们一般Care是什么呢 VH-Ray的Ratio VH-Ray的Ratio 就是不同的H-Ray之间做比较 所以一般如果拿Dry阿赛来当Reference 你的活墨的品质如果越差 它的时刻速率相比起来 它的时刻速率就会越快 VH-Ray WR就会越大 WR就会越大 那其实这个就不好 我们希望 活墨品质越好 它时刻速率 施氏时刻速率 假设是施氏时刻 因为施氏时刻很容易去认结构 干施氏时刻反而对结构 比较没那么敏感 干施氏时刻对结构比较没那么敏感 因为它就是 不管三七二十的空级 跟用自由级 可是施氏时刻 属于就是纯化学时刻 它就会跟你的间接 跟结构有关系 结构越不好 就会越容易被浓解掉 所以 VH-Ray Ingratio 是用来我们判断 活墨品质好不好 可能重要的参数 跟Saint 可以跟Dry-H 跟VH VRF 只要你的时刻率 越接近 Dry-RF或VRF 你的品质就会越好 比如说 比如说用BOE去时刻 VRF 一分钟吃1000A 一分钟可以吃1000A 那同样的一箱Android 如果是LPCV疊出来了 你知道多快可以吃完了 20秒 甚至快一点10秒都不见了 10秒都不见了 你看差多少 10颗速率 是VH-Ray的几倍 如果是10秒就吃完了 代表我的速率是差的6倍 那这代表什么呢 它的品质就很差 太快就吃完了 所以如果用另外的RESP 成绩出来了10颗的时间 30秒才吃完了 那它的品质就会比10秒的 来的好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所以4次10颗速度一次 总的来判断 博博品质好不好的一种指标 10颗速率比越低 博博的品质就越好 说出来就是10颗速度太快 就越不好 越快就越不好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看这个 Wave Action Rate Ratio Wave Action Rate Ratio 就是以热氧化的10颗速率 当做分 当做参考 而其他有11颗 或其他11颗速率 也处理当分子 两个箱子是空 一半 一半都是大于的 那越大的越好 越小越远 10颗的越大越好 10颗的越大越好 好 第二个我们很clear 今天这次摸摸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Shrinkage 就是什么呢 热红杖系数 热红杖系数 因为摸摸在沉积的档下 刚是沉积上去的时候是平的 可是呢 你制成结束后你要回到室温嘛 温度就会从高温降到低温 降到低温之后呢 热胀能缩 所以只要是木胎摸摸 都会缩起来 它就看缩的幅度 跟你底层材料相比 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的底层材料是自立肯 那就要跟自立肯的热红杖系数相比 热红杖系数越大 就代表什么呢 它的温度越远 加热的时候 它的温度越多 降温的时候 它收缩的也越多 所以呢 一个加热的周期 降温的时候 浮沫厚度 会有变少 因为它不 因为它继续温 越热到冷缩嘛 它的厚度 会变薄 越会变得更致命 它会缩进去嘛 缩进去会变得更致命 如果你的缩的总量 收缩的总量 就是差一样 跟你成绩的量相比 收缩的量越少 原始浮沫就越好 为什么 如果你一开始成绩的是 比较松散的浮沫 当降温的时候 它一收缩 能够收缩的空间就很多了 如果你沉寂的时候 是比较致命的 原始浮沫就很密集太略了 那它在收缩的时候 能够收缩的空间就少了 就让人去已经很急了 你一降温的时候 你要想让它更能够 一起去外的浮沫就有限了 所以 越松散的浮沫 它高低温时候 所产生的收缩量就会越大 越致命的浮沫 它收缩的空间就少了 它收缩的空间就会少一点 所以浮沫的收缩量 越小 品质就越好 品质就越好 所以收缩量的定义呢 厚度的改变量出于你厚度的厚度 你沉寂时候 加热中心浅的厚度 比如说你的浮沫已经完成了 我今天拿了一个浮沫 我要你去验证 它好不好 拿到后 在室温的情况下 你就先量测它的厚度 然后加热回来 加热上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厚度不会变厚 然后再降回来之后呢 它一个热脏的缩缩回来 不过会比原来的还要更小一点 因为你每进度一个加热中 它就会变得更静一点 更静一点 所以你拿到一个浮沫 你先量它的原始厚度 给它高温 让它膨胀上去 再降温缩回来后 它会变得比原来的更薄一点 而这收回来的这个收缩量 差一量 除以原始厚度 这个就带有它的收缩程度 收缩程度越少 这代表原来的浮沫品质就很好 就硬了 代表原来的节奏很强壮 很致命 没有太多恐慌让它膨胀收缩 好 而下一步 这个收缩呢 会变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是什么呢 stress 硬力 这个部分是 果膜 在心理沉吸的时候呢 影响原件热性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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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原件热性最严重的是 果膜本身带有硬力 带有硬力 带有硬力 那这硬力呢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叫本质硬力 一种意思硬力 什么叫本质硬力呢 本质硬力是果膜在成魂跟成狼的过程中 就产生了 什么叫结合跟成狼的过程中就产生了 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基板是洗基板 上面沉积的是绝缘层 而绝缘层 绝缘层的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间距 跟基板的势力可能是这个原子的间距不同 可是接在一起总是要产生间接嘛 而在产生间接的过程中 因为原子间距就是经合常数的硬配 本身就会产生所谓的硬力了 这个硬力在接念处的时候最不见 那这个硬力就叫做本质硬力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两个材料 彼此之间 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间距不同 比如说二氧化型 二氧化型的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间距比较大 施力可能的施力可能的原子间距比较小 所以当氧化型沉积在silicon上面的时候呢 中心的间距跟上面二氧化型的间距 就没有办法完全对策 没有办法完全间距 那就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部分的间距的硬力会被拉伸 就会产生硬力 所以呢本质硬力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原子结构 彼此之间本身就不比较 它们经合常数比之间不比较也会产生硬力 影响最大的就是什么呢 因为膨胀系数进行做产生的硬力 当材料沉在青板的时候 沉积上去的时候是平等 但是降温回室温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两种曲面 一种是这种 这种叫负曲面 这叫正曲率 那这两个曲面 发生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负曲率 什么叫负曲率呢 代表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代表说 看一下我应该有负曲 然后这里 浮沫在深温的情况下沉积上去 沉积上去之后呢 接着要回到室温 回到室温的时候的肋胀流缩 无论是肌板或是肋氧化 也都会往内缩 那这时候就会发现到 如果今天stick缩的 比上面的来得多的情况下 stick缩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stick缩的比较多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下面这种结构 下面缩的比较多 上面缩的比较少 就会变成这样的弯曲 怎样要用这个弯曲呢 就很简单 又想起来一个圆吗 一个圆 照理说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 一开始是一样 对不对 降温照片的这个区域 就代表我们就想着 照理要是个圆 圆形在这里 这是比较内刺的表面 这是不过外刺 谁的周床比较长 你以为外刺的周床比较长 代表下面的比较短 代表什么呢 下面比较短 但是它是多的比它来的少一点 它就把这个硬力呢 收到它下面的一个拉紫的作用 收缩的作用 收缩的作用 下面想要说 被上面挡住了 上面缩的比较没那么多 代表什么呢 我自己可能如果没有这上面的补末 我可以缩更多 因为这上面这个补末 而我缩的没那么多了 那换言之 这层补末就受到是一个 收缩硬力的效果 所以这就称之为一个收缩补末 所谓的收缩补末 是指它正受到收缩的硬力 所以这层阿赛的补末 在跟下面这些人接触的时候 这个阿赛的收缩到的是 是一个人给它一个收缩硬力 因为是一个人想要说 是一个人想要说 是一个人想要说 所以它是给阿赛的收缩硬力 反过来讲 代表这些阿赛的是一个 是一个声张硬力 因为是一个想要说 但我不让你 我反而让你 比你原始想要的更开一点 所以这时候阿赛给你 是一个一个 tancel的力量 是一个阿赛 compressive 收缩硬力 而阿赛给是一个 tancel的硬力 但是我们一般 在命运这个婆婆 是收缩硬力 还是 还是声张硬力呢 指的是 这层婆婆受到什么力 我们应该在命运 这层婆婆 是tancel的婆婆 还是compressive的婆婆 不是用 它给别人造成 什么力量力 而是反过来 这层婆婆 正遭受到 什么力量力 所以这个形式来讲 这个二两化形 正在受到 自己肯的收缩硬力 所以这个婆婆 都称作为compressive的 think 因爲它是受到 手做的力量很强 反之 反之如果是这样凹下去的 反之如果是这样凹下去的 很明显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比较长 里面的长度比较短 它说说的比较厉害 它说说比较没那么厉害 代表我这个基本上 也刻不过一个伸张的应力 因为我要宽 我要比较长 比较小 我不让你不变小 这代表什么呢 我给了你一个 我拜了你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 伸张的无目的 tancel的力 所以一般我们在讲 这层病是compressive的力 还是tancel的力 取决于这层病 受到什么力 而不是它给别人什么力 这完全相反 这个定教可以清楚 所以我们一般讲 这层不过 是什么应力的不过 是收缩力不过 还是伸张力不过 取决于这层不过 受到什么力量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高的关键 而这个呢 从90代以下 开始使用这种想法 在赤层上面 来改变原子结构之间的距离 进而提长到宅子切离率 所以 它是伸张力力还是收缩力 影响的最主要关键 就是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越大 但你降空白来的时候 它收缩就越多 收缩越多 就会导致你上面是很不过 如果收缩的没那么多 它收到就是你的 compress的力量 所以 如果你成绩不过的热膨胀系数 你下面的来得小的话 下面会收缩的很多 你上面收缩的比较少 你就会是 compress的力量 反过来 上面收缩的多 下面收缩的少 代表上面的热膨胀系数 比较大的多 热膨胀系数比较大的多 它就会变成 tancel的力量 它会收到tancel的力量 它会收到tancel的力量 的影响 因为它们在 谁收缩的多吗 对不对 上面收缩的比下面的来得少 就会是 compress的力量 上面收缩的比下面来得多 它收到就是tancel的力量 就这样 好 我们直接介绍到这地方 讲到我过的硬币